哈喽大家好,我是凱莉莲 继这部由东宝出自的动画电影《烟花》 在今年的8月与日本正式上映之前 对于这部作品在网路上的相关讨论就没有间断过 从最一开始打着《你的名字》原班团队制作的名号 到后续被称作《有望接班》或《超越你的名字》等等 不过这部让大家众所期待的动画电影《烟花》 却在上映之后引起了广大负评以及低评价 而究竟这部跟《你的名字》一样 由川村元气气化的作品发生了什么事 《烟花》这部作品的故事想表达什么,背后有什么含义 接下来就以我个人的观点来为大家解析一番吧 《烟花》最初的原型出自1993年的一个电视短剧 《If如果》的其中一个单元 也就是由严谨俊二担当导演的《升起的烟花》 从下面看还是从侧面看 而在过了20多年后的今天 由《你的名字》气化的川村元气 找上了这位有着鬼才之称的导演《新房招之》 以及他所带领的制作团队Shot来制作这部《烟花》 《新房招之》这位导演在以往导过的作品之中 就是以异常且独特的风格而闻名 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不意外就是《物语系列》 不过正确来说 《新房招之》在参与许多Shot旗下的作品时 虽然都是挂名导演的职务 但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在召集制作人员 进行职务分配以及引导作品的大致方向 而将作品的风格交由系列监督来做掌控 并且最终由他来把所有职位人员的风格给融合在一起 所以像是这次担任烟花执行监督的五内宣之 便是担任掌控风格的职务 而五内宣之在以往担任物语系列的许多分镜 就如这张图一样 我们时常能看到一些特殊的运镜视角 或是人物表情的特写镜头 相信早已近戏院观赏过烟花的朋友们 便能理解两者的相似度 不过也正是因为《新房招之》与Shot这样带有电波的独特风格 造就了喜欢这样风格的人自然会喜欢 但不习惯的观众也是大有人在 更何况烟花借着《你的名字》来宣传人气 即便两者之间有着不少的相似元素 但从根本上还是两部完全截然不同的作品 烟花并不像现在主流的动画电影 虽然为了迎合现在大众的口味 而加入与《你的名字》相同的穿越要素进去 但烟花实质上还是改编至24年前的作品 在故事的细节上本身就没有太多严谨的设定 增加了许多改动不仅仅是增加了剧情的深度 以动画方面的呈现手法来说 强烈的美术作画 充分的意识流呈现 还有剧中最后的开放式收尾 造就了只要没有在细节上多做解释 就会让观众一脸茫然的走出戏院 我们可以看到这部作品确实想要重现 当初《你名》的爆红方式 而采用了许多相同的商业手法 例如在电影上映前 同样都放送了其主题曲的完整PVE来做宣传 或是在主角的声優选角上 都采用了演员而非专业声優的形式等等 但就其结果而言 宣传手法始终还是导致了这部作品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烟花并不是你的名字 两部作品所想传达的故事理念 当然也不尽相同 我认为不抱有任何过度或是错误的期待 而是将其作为一部全新的作品来欣赏 才是最正确的观影方式吧 那么简单聊完这一部分 接下来就让我们针对剧情 聊聊我个人的理解与想法吧 烟花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提到 改编至久三年由严谨俊二所指导的真人电视剧 升起的烟花从下面看还是从侧面看 要说动画与原作最大的差异 大概就是如果欲的出现 在原作的故事中并没有刻意的强调 异服或是如果的设定 而是仅仅描写了在点到眼睁睁的看着奈莎 被妈妈抓回去之后 在内心的不甘与无力之下 心想着如果当时我赢得比赛的话 转眼之间时间就真的回到了当时的游泳比赛 而点到也真的顺利赢给了右借 并与奈莎开始了这段私奔之旅 一切的故事展开与细事方式 仿佛只是为呼应着电视企划的衣服如果 而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选择 所造成的另一种结果 不过严谨俊俊二却以运用了这点 向观众诠释了在她心中最完美的初恋 那便是与自己喜欢的女孩一起度过最后的夏天 从一起私奔到失败之后 回到了学校的泳池里 开心的嬉戏 一切都是那么的开心而令人向往 就如同烟火一样炫地灿烂 但同时也象征着这段快乐的回忆终究稍纵即逝 随着这时想起了Forever Friends 以及奈莎所留下的一句话 最终所残存的就只剩下烟火 所带来的余韵 还有现实带来的遗憾 不得不说 以一部24年前的作品来说 严谨俊俊二的叙事风格 到现在还是能让人有深深的惆怅感 而与其相比 17年由编剧大根人改编过后的动画版烟花 不只将主角群们的年龄从小学拉升到了国中 也在剧中加入了如果欲的设定 并且让整个故事都围绕在了 以府如果的设定上 如果当时我赢得比赛的话 如果当时能顺利搭上电车的话 如果当时能不被发现的话 许许多多的如果带出了点到 对于每一次做出后悔的决定后 所期盼的不同结果 或许回到了每一个如果 可以用平行世界或是回到过去来解释 但在我的眼中却认为 这样的设定其实只是个呈现的手法 而并非类似时空跳跃机的存在 正如小说版所分成的四大章节 分别是没有如果的世界 以及如果世界123 我们随着剧情的推进 可以知道每一个如果世界的烟火 都是奇形怪状的 但唯有真正圆形绽放的烟火才是真的 所以说明了 这些如果世界都并非真实存在的世界 而是点到对于自己所后悔的 每个如果所产生的幻想 唯一且真实存在的世界 就只有点到在最一开始 眼睁睁看着奈莎被带走 而尚未丢出如果欲的世界 正因为了当时点到的无力与后悔 使得如果欲创造出了点到 所期盼的每一个如果的幻想世界 第一次的如果 让点到顺利的赢得比赛与奈莎私奔 第二次的如果 让点到与奈莎两人搭上了电车 而第三次的如果 则是让两人不被发现 获得了只属于两人的独处时光 然而在电影的最后 如果欲被射向天际而破裂 碎成了无数个如果的碎片 陪伤着随后在灰暗的天空中 所绽放的绚烂且真实的烟火 映照出了每个人眼中 所有可能的如果世界 点到紧握住了其中的一个如果碎片 并跳下了海中与奈莎做最后的别离 而奈莎也留下了一句 下次会在什么样的世界见面呢 便离开了 对应小说版最后所提到的 奈莎朝着没有如果的唯一世界 坚定的迈进 象征着如果欲破碎了 而幻想也随之结束 很显然的 动画版与93年版的原作相较之下 不只少了那份独有的惆怅感 或许在增加了科幻的要素之后 也间接改变了这部作品 最初所想表达的主旨 但我认为不管是原作还是动画版 都透过了其中的许多场景以及细节 来向我们陈述了这场如梦似幻的故事 或许就像女主角奈莎名子的原意 借菜 是象征者在夏天就会结束绽放的花 或是贯穿了整部作品的烟花 所象征者这段在夏日所留下的美丽回忆 这些反复出现于作品之中的印象手法 最想表达的或许就是 一场只在夏天发生的 令人永生难忘的奇幻旅程 而我认为比起93年版的原作 所想呈现的那份现实中的遗憾 我更喜欢动画版以围绕在 如果的设定上所展开的后续形思 因为看着点到一次次的经历不同的如果世界 仿佛正是映照着无数人的青春一样 对于年少时期的我们而言 或多或少都做过令自己后悔的决定 而没在后悔的当下 我们往往都会想 如果当时我们所选择的是另外一个方向 结果会如何呢? 但我认为我们既无法改变过去的选择 也无法回到过去 不过相反的 我们却能从现在开始把握住未来的每一道选择 或许从现在开始珍惜每分每秒以及每一段缘分 不需让自己后悔 才是这部作品最想传达给我们的理念吧 然而在剧中的最后 虽然我们无从得知点到究竟去哪里了 但在我看来 呼应着这个故事传达给我们的理念 或许点到现在 也正在为了不让自己再次后悔 而做出行动吧 最后 对于烟花的结局 虽然始终没有一个正确的解答 在动画中也加入了不同于小说以及原作的设定以及剧情 而对于许多埋下的伏笔也没有多加琢磨 就是为了呈现一个完全开放式的结局供大家想象 但我想就如同剧中的孩子们 始终探讨着烟火究竟是圆还是扁的问题一样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各自的看法与理解 一部作品的好坏并不在于评价与分数 而是在于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一部作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别忘记帮我点个喜欢 想看到更多ACG相关节目的话就帮我按下订阅吧 我是凯莉点 烟花究竟是圆的还是扁的呢? 而你所认为的结局又是如何呢?